在室内装潢时有一种工法叫贴皮 传统的做法是在未上色的家具上贴上没有涂漆的木皮板 再由油漆湿浮到施工现场进行喷漆 这种方法容易有环境脏乱 气味不佳的问题对施作者的健康也有危害 尤其经常发生上漆后的颜色和预期有落差 更会衍生出无必要的纠纷和成本支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柯定企业颠覆传统独步全球 首创涂装木皮板 就是将木皮板上漆的工序搬到工厂完成 不仅降低了现场喷漆的污染也缩短了工期 更可以大量生产制造降低成本 同时解决色彩落差的问题 因此在台湾提到KD柯定这个品牌 几乎是涂装木皮板的代名词 他们在台湾的市占率已经高达7成 并从核心技术出发 进一步往首刮木地板 经典家具发展 而在站稳台湾市场之后 柯定也已经在2010年进军大陆 一步一脚印地锁定百大城市布点 在大陆已经有51个城市拥有据点 营收规模也超过台湾 今天MoneyDJ新股巡礼 带您认识即将在11月28号挂牌上市的柯定企业 股票代号6655 先听听董事长曹仙璋先生谈公司的发展情形 以前在居家的装潢里面 就是说木皮板都是先到现场 由木工去做裁切 那裁切成型变成柜子变成墙壁的之后 再找油漆师傅 然后按照已经成型的物件 然后去做喷漆这样子的一个工程 那因为每个业主对于油漆的颜色 或者是油漆的品质的等级 每个业主的认定是不太一样的 那往往很多时候会因为业主 或者是设计师对于油漆的工班 他所做出来的品质或者颜色 这样子就会跟他们设想的不太一样 那这样子往往就是会有一些争议 那再过来 现场喷漆它是必须经过喷漆沙磨 喷漆沙磨 喷漆它会里面会有大量的甲板这样子的一个容器 那沙磨因为粉尘它是比较轻的 它会在现场做很大的一个漂浮 那现场也会乌烟瘴气 对整个居家 它的整个工作环境 对施工者或者是对耳后业主进驻 他的身体健康是有影响的 那在2002年 我跟我们副董感觉这样子的一个油漆的工作 其实是可以把它拉到工厂做机械化的生产 然后在工厂先把喷漆这样子的工作做好 然后颜色也都确认了 那这样子在现场对于颜色或者是对于油漆的品质 这样子业主跟设计师他就没有任何的意见 那木皮的这样子的整个品质在质感上面 或者是木皮的纹理方面的提升 他就会做到最好 柯定除了领先业界把喷漆制成拉到工厂 降低施工现场的污染外 也采用健康环保的材质 让消费者安心 奠定了柯定在台湾的领先地位 那2002年就是这个涂装木皮板这样子的一个制程 因为是我们柯定首创的 那所以说我们目前在涂装板这一个领域 在业界应该是居于龙头的一个地位 然后再加上我们柯定的涂装木皮板 所有的甲板我们都是使用F1低甲权的甲板 所以说这个在整个健康方面 是有得到的很大的一个保障 那目前我们在涂装木皮板这个领域 在台湾是有70%的市占率 尽管这几年台湾建材业成长动能较平缓 但柯定看好大陆城市化趋势 早在八年前展开布局 近几年在大陆也开始丰收 我们目前在木皮板这个领域里面 它是逐年在提升 尤其是亚洲市场这一块 因为亚洲市场有大陆的市场 那大陆它的那个城市化的速度是很快的 他们就是在每一个城市都蛮进步的 不管是一线二线三线 这几年来都快速的成长 所以说在大陆他们慢慢的每一个人就比较会有经济来做家里面的装潢 所以说在大陆这样的一个市场我觉得说未来是我们公司成长很大的一个空间 像2016年我们在大陆的那个成长率有达到60% 那在2017年大陆的成长率达到45% 那今年我们的前面九个月在大陆的成长是达到96% 去年的1到9月我们在大陆是做了5.2亿 那今年的前面九个月我们在大陆就做到10.2亿 所以说在大陆在涂装木皮板这一块的那个成长的空间还是很大 那当然我们看未来在大陆百大城市 如果说科定然后都有布局然后都去设点 对于未来科定两年三年甚至是五年的营收的成长 我想这个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科定在大陆的营收能每年大幅成长 凭借着是经济规模带来的产品齐全 成本相对低再加上直营通路服务细腻等优势 尤其公司在七料的徒步有独门的技术 和同业相比耐潮抗污容易清洁 也为公司带来竞争力 我们目前我们涂装木皮板在大陆的竞争优势 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有就是已经有了那个经济规模 所以说我们在产品的品项发色上面 是可以让客人有更多的选择 我们目前的产品品项有252个品项 那相对于大陆的竞争对手来讲 他们可能只有120个品项让客户去选择 所以说这样子来讲在品项上面的选择 那科定是占了绝大的优势 再过来我们有那个经济规模的优势 目前我们在整个公司的营收有达到20几亿 那目前大陆的竞争对手 他们的营收可能是我们的十分之一 甚至是20分之一 所以说有了经济规模之后 我们可以做很多自动化大量化的生产 这个在成本方面也可以得到很大的管控 然后有了经济规模之后 我们整个上下游可以做一条龙这样子的一个整合 再过来我们在大陆我们的通路都是自建通路 所以说在任何的推广上面是比较到位的 那竞争对手可能他们走的是经销的模式 那经销的模式可能在服务方面 或者是产品推广的方面可能会有欠缺 所以说在目前大陆上面 我们的竞争优势也包括说在管理上的优势 因为我们柯定累积了16年的一个管理的一个经验值 那这个经验值我们不断的改善 不断的除错 那找出一个最好的一个SOP 然后在各个地点 然后去做复制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每一个分公司只要从成立开始 然后就能够按步就班 然后很有效率的去推广我们的业务 再过来是以服务方面来讲 我们台湾在服务方面可能因为在个性上面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本身台湾人 其实在服务方面其实是比大陆的竞争对手 其实是会有比较细腻的一些处理方式 那所以说在服务方面 这个可能应该也是竞争对手他是没有办法超越的 再过来就是我们的产品在品质上面 其实跟竞争对手是有很大的差异 我们的涂装技术是领先业界的 再过来就是因为我们有经济规模了之后 所以说我们可以搭配很多的一个机器设备 来让整个木皮的涂装达到最好的效果 然后我们所有的毛细孔里面是全部都有涂到漆料的 那竞争对手可能因为经济规模没有那么大 所以说他们的机器设备可能就没有那么齐全 所以说其实竞争对手的产品里面他们其实毛细孔底部 他们是没有上到油漆的 这个对耳后真正业组去使用它 然后经过这样子的环境的潮湿或者是灰尘的污染 这样子它整个木皮板经过三年五年之后 它整个品质是会很不好的 所以说在技术方面 柯定跟竞争对手有绝对领先的地位 从创立以来就坚持走品牌之路的柯定 认为上市之后对公司稳健快速的成长更有帮助 柯定从2002年开始创立以来 其实我们决定的就是要走自己的通路 走自己的品牌 因为在台湾的企业 我是觉得应该是走品牌才会有未来 然后走通路才是王道 所以说我们的定位是走通路品牌 目前柯定的通路建构上面 我觉得已经达到不错的一个成绩 上市之后 对于这样子的整个品牌的知名度 或者是说给消费者对产品的信心 对柯定的信心 它是有加强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上市了之后 那会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柯定 那当然上市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对于资金的需求 因为我们目前柯定的发展是蛮快速的 每一年都有30%、40%的成长 那有这样子的成长率 对公司来讲 它也是一个很好发展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上市了之后 可以在资本市场取得比较低成本的一个资金 然后来让柯定 而后的发展更快速、更稳健 柯定已规划好上市后的区域市场 产品线发展的布局计划 同时也正进行扩产和工业4.0的布局 期盼拉大和竞争对手的距离 柯定的未来 如果说在用区域别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把它分成台湾 那台湾应该已经经营16年了 所以说台湾它是比较成熟的一个市场 那第二个地区是大陆 在大陆的部分 我们已经从2010年进去大陆 到目前有开设50几个据点 那50几个据点 因为我们的产品都是属于是需要开发 然后客户才会慢慢改变它的习性的 这样子的一个特性 所以说在大陆耳后这一个地区 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扩点 在大陆的百大城市 如果都有设立我们的据点之后 应该对我们耳后的营收 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点 再过来我们可能在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我们目前已经有开始有住区 开始在那边做推广业务 那住区推广如果成效不错的时候 我们也会再去介入这样子的一个区域 然后自己去设公司 然后设物流 然后直接去服务当地的客户 那目前我们海外是在新加坡 吉隆坡跟香港有自己的据点 那在其他地区的话 就欧美地区或者是其他地区 我们目前是走经销的一个模式去做推广 再过来如果说以产品别来讲 目前我们涂装木皮板占我们96% 那我们还有一个新的产品 就是手刮木地板 手刮木地板目前在台湾 大概就是经过七八年的这样子的磨合 它目前也算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品 那我们今年主推在大陆开始推广我们的手刮木地板 那每个据点的反应也都不错 那另外在实木门跟我们的经典美学家具方面 目前正在台湾做研发 然后开始已经在推广 我们这些新品我们累积到一定的经验 成功的模式之后 我们也会把它复制到大陆或者甚至是海外地区 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整个产品的上下游整合方面 以目前来讲我们的涂装木皮板 因为有达到经济效益的 所以说我们在做上下游的垂直整合 这上下游垂直整合的好处就是说 你能够掌握更关键的技术 然后对整体的品质的提升 它是有帮助的 在产能的方面就是说 我们目前加益大浦美一厂的最大的产值 可以达到30亿 那我们目前正在进行 我们加益大浦美二厂的一个建厂工作 等到我们二厂全部都完成了之后 我们的最大产能可以达到90亿 这样子的一个产值 那因为有了这样子的经济规模之后 可以往工业4.0的方向去进行 让所有的市场都能够导入自动化 对于成本的降低 或者是品质的提升 这个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柯定的竞争力跟竞争对手的差别 会越来越大 柯定今年以来 缴出营收大幅成长超过40%的量力成绩单 获利也呈现走生的态势 主要是作用大陆经济成长 以及城市化的商机 而随着公司大浦美的产能部件持续扩大 将有助于在大陆更迈开步伐 积极拓展营运据点 未来每年的业绩是否持续向上 大陆的布局将是重要的观察指标 在这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观察指标 在这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观察指标